二十四節氣 古代人觀察太陽周年運動 創立的時間認知體系 是人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古代有四立 立有開始的意思 指春、夏、秋、冬四季的開始 易遇著春種、夏長、秋收、冬藏 連繫了農業生產和氣候的關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春為二十四節氣之首代表萬物起始 新一個輪迴的起源 在傳統觀念中更有大地回春萬物更生的吉祥含義 立春在二十四節氣中佔有很獨特的地位 早在二千年前的漢代就已經出現了一系列和立春相關的民族活動 在這一日漢代的居民要在野外聚集 舉行迎接春天之城的儀式 而這一類型的儀式 就只有在立春這個節氣上才會好 古代人將立春分為三口 一後東風解凍 說的是自立春起東風送暖 大地開始解凍 二後疾蟲子鎮 自立春的五日之後 疾居的蟲類開始慢慢在洞裡蘇繩 三後魚即附冰 再過五天 河裡的冰開始溶化 魚開始游上水面 這個時候水面上還有沒有完全溶化的水冰 魚就好像被水冰背負著浮在水上 三後就是將立春不同階段的特徵和餘兆 用形象化的方式表現了出來 你重新照片嗎? 對 謝謝 你花了四年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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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春代表春天已經來到 大部分人都會感覺到日頭變長了 太陽亂亂了 氣溫、日照、降雨量慢慢上升 不過冬天的航冷仍然未完全消失 仍然需要長時間的消融 大地才可以慢慢解凍 令漫漫復甦 但隨著氣溫的回暖 忙碌的春間活動 將會在大部分地區陸續開始 謝謝 下六細節 是男人或女人? 那是女人 我相信你 是一朵 為了慶祝新春的開始 古代社會發展出不同的習俗 例如迎春 咬春 踏春 和祭祀祖先等的慶賀祭典活動 這種習俗 體現出大部分人對新一年五谷風燈的美好期盼 不知道你有沒有在這天 和你的家人一起慶祝 迎接新一年的來臨呢? 演唱不進 音樂 編曲 將 劉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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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